来 绿总 茶来了 绿总 要不要给您弄点吃的呀 应该是巫统来了 你让她进来 好 五小姐 快请进 立州谋在吗 在呢 五小姐 这边请 五小姐 请 谢谢啊 你 还好吗 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回来 但我不想多说 要问你去问将军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们是兄弟 我很吃惊 也很诧异 那既然你们是亲人 为什么一定要弄得 跟敌人一样仇视呢 我跟姓向的是什么关系 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记住你是我孩子的母亲 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 那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将军嘴里说的那种人 我是哪种人 好人 坏人 什么是你衡量的标准呢 或许将军 就是你衡量的标准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又何必来问我 你一定要这样说话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 好好聊聊呢 这件事不关你的事 请你不要插手 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是相军的女朋友对吗 对啊 就算她是我男朋友又怎样 想不到你这个女人 想不到你这个女人 跟我们这两个留着同样血的男人 还真有缘啊 我们怎么做的 我们今天就发现了 我们去准备找个人 也有一些人 老体放下来 那么随便 要乱临 一个男人 说的 早上好 这么早来 给你送早餐啊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要吃鸡蛋吗 历州谋那边 你可以先不要理 周茂不干了 大不了我们去找别人啊 北京这么大 想找个有能力的人 有什么难的 来 你不是也说过 事在人为吗 我相信 只要我们尽心尽力 老天爷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我很快就要正式去超美上班了 所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来 你先别担心 我们可以找一些猎头公司 给我们推荐人才啊 况且 你不是夸我有能力吗 是你鼓励我当这个行政经理的 所以你要相信我 一定会把公司做好 先不说我 至少还有你啊 你上大律师可是承诺过 要帮创媒挽回局面的 我 张元 还有美玲 我们都很相信你的 这期». 请不吝点赞 Future